本地社会服务机构指出 更多社会群体会因为游戏成瘾问题主动的寻求帮助 他们相信这同游戏成瘾意识逐渐提高有关 不过机构也认为社区内可能存在更多还没被发现的游戏成瘾者 无论是线上竞赛还是组团对战 任何游戏都有可能让人上瘾 进而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这家社会服务机构今年头9个月已经接到了40起个案 相等于去年全年的数字 机构认为随着玩游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可能有更多人还没意识到有成瘾问题 机构注意到人们对游戏成瘾问题的意识正在提高 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机构 例如教会和学校也会为游戏成瘾问题寻求建议 教育部表示学校辅导员已接受培训 更好的帮助游戏成瘾或是有成瘾风险的学生 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则会被转介到国力成瘾治疗服务 医生建议预防成瘾的最佳方法 是参与不同种类的活动 包括户外活动 徐来 devil 词